馮盈盈、尤嘉欣和施卓逸 今天一起为新剧《青年深城之》 撑起青春 延伸元朗荒郊野外 拍摄一场灵探气氛 当时正值农历七月 盈盈化身红衣女鬼 令原本已经非常荒凉的废墟 更显陰森 南瓜游游和Alta都有一点害怕 不过原来现场最小胆的 竟然是假扮鬼的盈盈 我是来 最女鬼的 吓死我了 这太好了 证明我有作用 因为我今天来的作用 都是想吓吓嘉欣 吓吓阿峰 但你自己本身大胆吗 很小胆 所以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大突破 因为客人最害怕 最小胆 最怯 要在这个月份 现在好像农历七月 我们来到元朗 郊区一个历史悠久的旧屋 大宅废屋里面 所以事先 入乡随俗 我们又上乡 我妈妈也给了一个平安符 我也会不时重念这个心经 希望所有拍摄都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 以我们最专劲 最专业的心 去进行这个拍摄工作 绝对不是打算冒犯任何事 你有没有跟你妈妈说 你要拍这场戏的时候 她没有吓死 她没有吓死 她觉得做演员的话 什么气氛都要试 什么事都要 所以她为我贴心 准备一些平安符 还有祝我好运 原来这次已经不是柔柔 第一次参加探灵 早在她读书的时候 已经和一班同学 胆粗粗试过 现在想起 依然觉得无管动 我是直接自己跟朋友去灵探 你很瘋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我当时这么大胆 话说当时小学 我又有其中一个女生朋友 她自称有阴阳眼 我们一起去了一个 挺出名的小溪去探灵 她就说看到有个朋友跟在我们后面 我当时吓得立刻跑回去 她自己这样跑回去更害怕 不 我和我的朋友 我捉了我的朋友 走吧 那她是不是自己留在那里 她是站在楼上天堂看我们 她说她不去 她说她有很多 她说我现在想起很惊 别说了 我心寒 为什么她会这样做这些事 不 当时你没有工作 她们又说挺好玩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有工作 没有工作 有很多工作 所以我现在寻找很多工作 给自己做 我说没有 我的同学都是 正常 对 因为都是责男一点 放学回家就睡觉了 这些不是正常吗 我就是陈英太宅 所以他们带我出去见识一下 见识错了 认识好朋友是很重要的 不要了 我现在觉得白眼朋友 不用那么多 这日拍摄的环境非常阴暗 他们都需要在工作人员的指示 和参户下移动 但始终难免有跌到损伤 刚才那个唱戏 我唱着阿哥 我卡住地下跌 其实摆了泡泡咪 然后 因为我看不到前面的路 我就拖着他 他拍之前就跟我说 你不用怕 你唱到那句 我一定会带到你去泡泡咪 对 就是这句 我唱的时候 我相信他 他一定带到你去泡泡咪 然后一跌 哇 什么都没有 一旁 哇 然后我看着他 他自己跌在我泡泡咪 不是 是我对不起你 因为我那一刻 我打算 糟了 还未到 我打算加速了 但谁知道 你原来真的一点都没有 你完全相信我 然后你就立刻满泡 然后我心想 噢 没有了 然后你就真的已经满泡了 没有了 信任没有了 人和人之一的信任 就是这么简单 没错 一次就没有了 没错 就是那种 但是我成功了三次 第四次才跌 它跌了三次 也跌不住 我们可能有五次 但是我们有四次 都中过泡泡咪 是那一次不中 一次就够了 一次就已经没有了 已经破灭了 没有信任 我不太相信 对不起 以后我每个人跌 我也是 看大线 哎呀 不是